大家好 刚刚开始学习壁骨的同学可能很好奇 学壁骨要做壁骨功课 那么到底做壁骨功课多久才能壁骨呢 一般来说身体健康无疾病的同学 在做一到三个月的壁骨功课 就可以尝试人生中的第一次壁骨了 而身有疾病的同学需做壁骨功课六个月以上 甚至一年两年 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新人第一次壁骨以半壁骨为佳 时间七天即可 首次壁骨不宜追求壁骨的深度与时间的长短 一切顺其自然 顺应身体的需求 哪怕你只壁了三天 有饥饿感死 随即复食 第一次壁骨重在体验 一次成功的壁骨 前提条件是做足壁骨功课 这是最关键的 当还没有做好功课之前 请勿开始贸然壁骨 不仅壁骨不会成功 同时也会丧失你对壁骨的兴趣 进而引起对壁骨的误解 好好珍惜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次壁骨 这将会影响到你一生对健康的理解 学壁骨 关注我 我们一起加油